華林秀林鄉同門部落三名族人 十八號因為採取傳統領域內的一塊石頭 卻遭涉嫌竊取國有林班地礦石 以礦業法及刑法竊道罪移送法辦 讓族人相當氣憤 認為採集是原住民族重要文化慣習 卻無法間容於中華民國相關法令 甚至提到林務局最近預告的 原住民族採取傳統領域土地森林產物管理 規則草案是在玩法律文字遊戲 原住民族社會長年以來因為進行三菱海洋 採集招法辦爭議不斷 包括司馬庫斯舉目案事件 檢食森林副產物愛玉子 及三菱溪流的石板或是石塊等行為 還是遭到法辦 包括曾經因為檢食寒溪部落附近 溪流石頭要建造教會 同樣遭法辦的黃志堅牧師感叹 到目前為止原住民族權益受限處境 仍然沒有獲得巨大改善 三個人是三百萬 那幾顆石頭就值那麼多 十幾年前沒有原機法我還可以全身而退來 還可以跟當時的政府做一些抗爭 然後可以把自己的權利再要回來 但現在已經有原機法了 應該講說整個國家的法令針對原住民的生活 目前比較麻煩的就是現在第一線執法的警員 目前都沒有在按照原住民基本法來保障原住民的基本權利 所以就會不斷發生這樣的一個情況來發生 同盟部落三民族人事發當時遭到保齊總隊第九分隊 移送地檢署偵訊後無保請回 目前案件已經進入司法審理階段 國家機器依法行政看似有理 卻對原住民族社會造成侵權 族人感嘆 就算總統蔡英文代表歷任政府道歉 相關政府單位仍然沒有因此跟著原住民族相關權益 有所檢討與鬆綁 讓原住民族集體權益迫害事件再添一樁 記者綜合報導